舞台事故在近些年来时又发生 明星这个职业看上去光鲜亮丽 其实背后也包含着不少的心酸 舞台搭建的不够牢固 或者是明星在表演时过于的专注 每一个不定的因素都能造成一次舞台事故 摔伤擦伤已经是见怪不惯了 甚至由歌手因此付出了生命作为代价 今天阿星就带大家聊聊明星们舞台事故的恐怖瞬间 前段时间歌手黄霖在一场音乐会上 就因在表演途中不慎彩虹摔下两米左右高的舞台 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才重新站上舞台 看到他腿上一大块瘀青 真的是隔着屏幕都感受到了疼痛 而且他还一直在给观众道歉 带着哭腔也要把自己的歌唱完 这件事还一度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不少人心疼不已 为抱不平痛骂主办方的舞台搭建不严谨 心疼之余也有人为黄霖能够带着伤坚持唱完歌曲的敬业精神而感动 一神陈一迅堪称演唱会小达人 而天性幽默搞怪的他在舞台上更是经常唱到情绪失控 害到忘形导致频频摔跤的他已经成为歌手开演唱会受伤的最经典案例 2002年在台北开演唱会时就发生了坠台严重受伤事故 甚至被医生诊断差点失去下半身的幸福 好在及时送医之后的陈一迅并无大碍 不过之后的他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改掉好动的毛病 依旧在舞台上蹦蹦跳跳 导致之后在多伦多成都等演唱会上都曾经摔过脚 看来医生也真的是够乐天派啊 2003年歌坛泰斗林子祥在宏馆给王明泉担任演唱会嘉宾 唱到男儿当字强词 可能因当光泰暗或者意识大意 不小心跌入了两米多高的升降台坑中 全场上万观众目睹了这场意外发生 而当时的林子祥更是因为受伤严重当场昏迷 随即被送往医院 甚至还一度失去了听觉 这次意外发生之后 林子祥一直心有余悸 每次登台唱歌时都会十分谨慎 生怕又不测发生 在2009年纵冠线北京谢幕演唱会上 有着音乐教父之称的罗大佑 因为没看清舞台机关构造 不慎跌落升降警钟 他的歌声没停 人却没影 而正在打鼓的张震月 还以为他下台握手去了 没想到啊 20秒后 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 才缓缓爬上台 左手级背部的刮伤 满布血痕 不仅如此 当他接下来坐在钢琴前的时候 还拿自己的摔倒开玩笑 说呀 舞台有时候很危险 所有的舞台事故中 最让人感到痛心的 肯定绕不开皇家居了 1993年 比昂乐队在日本参加活动 在台上进行游戏环节时 因为现场没有做好足够的保护措施 导致当时皇家居 以一名主持人 从三米高的舞台上跌落 而主持人比较幸运 是臀部先着地的 而且当时他还佩戴了保护头盔 只是受了轻伤 皇家居则是头部先着地 后脑勺直接撞到了地面上 当场昏迷 可以能够为他损失什么 或者可以调转我的想 很不幸 与死神斗争六天之后 年仅31岁的他 永远地离开了 热爱他的粉丝朋友们 摇滚乐队 比翁的皇家居先生 在今天六月三十号下午 四点十五分 而不幸逝世 葬礼上还有万千粉丝 为他送行 场面失控 作为比翁乐队的灵魂人物 一带摇滚巨星的陨落 令不少人感到惋惜 出现这样的舞台事故 的确是让人感到心痛 虽然有些明星在发生意外后 还坚持着表演完的敬业精神 是值得敬佩的 但是还是希望 这样的事故 能够少点发生 任何职业并不都像是表面 风风光光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不容易 如果不能够感同身受 那就少点不明真相的指责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